梅子是水底箱相当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 除了心意以外,水底箱的梅子也相当出名 为了推广在地优质梅产业 水底箱农会特别办理食农教育的课程 不但有萃梅DIY以外 今年更结合梅枝树、梅枝树干、制作汤匙叉子 以及手作哀愉、梅叶拖印等等 让许多民众玩得相当开心 水底箱农会理事长刘素云也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让民众乐在其中 进而达到推广在地产业的效果 水底箱农会的梅子节从今天开始到5月1号 每周都有厂次 它的活动有萃梅、梅子爱玉、梅干做汤匙还有叉子 很适合小家庭亲子活动 我们鼓励大家亲子活动都可以来自分参加 因为这次活动会说小事因为疫情的关系 这样子 可以到我们水底农会的那个网站 还有那个打电话过来水底农会也可以 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梅子推广出去 因为是现在又是梅子的产季 忘记的都可以从萃梅开始 一直做到Q梅、乳梅这样子 吃不是小课而已但是产量还是还没有减少 就先要大力推广出去 办那个活动这样子大力推广 参加的民众表示在农会的网站看见活动 特别来参加这次的DIY体验活动 不但相当好玩也非常的有趣 虽然做起来有一点累 但相当有成就感 也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共有一起做萃梅 回家后也可以一起品尝自己做的萃梅 这是农会的夹正班的 对啊 夹正班来这里练习啊 来练习啊 对啊 来做这个萃梅啊 好胜又很疼 以前是有做过的 可是不是这样子做 就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感觉 蛮好玩的啦 很好啊 每次的每次饭的东西都很好啊 就有成就感啊 煮起来从来没有做过啊 现在在这边做的蛮好 蛮好的啊 所以以后可以教小孩子 对不对 对啊 所以我们家呢 自己试吃 看好不好吃 龙慧桃的网站啊 还有FB上面都有po 因为他今天有放假有回家 他本来在台中他有回家 我问他要不要来做萃梅 他说好要来体验看看 很不错啊 而且很适合亲子活动这样子 对对这样子就是可以 可以增加感情 然后可以互动这样子 然后可以教我们的下一代说 让他们认识水里的萃梅 是怎么做出来的 有点酸啊 因为年纪有点大了 可是小朋友就觉得很好玩 现在在刷青 很好啊 因为自己亲手做的是最 最卫生最安全最好的 大家在一起很快乐 先议员陈淑薇表示 相当感谢水里枪农会 办理活动的用心 民众透过亲身体会DIY活动 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煤产业 进来达到推广地方产业的效果 我们每一年呢 说到的 第四月五月 就是我们在地的萃梅 会采收的几节 那今天 我们在水里方农会 修宣来基盘到 我们萃梅的DIY 在我们水里方农会来做基盘 那由三月二十七号开始 一直到五月萃梅 都采用 预约来 订这个组 那这个萃梅DIY是采出 萃梅就是 真正人所爱的DIY 那在 用萃梅来 基盘萃梅DIY 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们的钢修在加的时候 我们在听的过程会比较相识 当然的 萃梅是在我们台湾 是一个国保 它是可以说是一个健康的实品 可以复制很多项的实品 让我们享用 所以在这里 萃梅要邀请到我们所有好朋友 可以立临 来采取预约报名方式 来参加到我们这些 萃梅所基盤的 萃梅DIY的活动 水里香农会推广部主任表示 今年受缺水影响 梅子虽然有产量 但颗粒普遍小颗 但梅子内的营养价值不变 因此特别举办 梅子相关的DIY活动 以及食农教育 今年规划直到5月 在水里香农会本会 都会举办相关的活动 包含萃梅DIY 梅脂干制作环保叉子汤匙 鼓励手用卫生块 还有梅液拓印制成环保袋等等 因为今年 因为跟汗的问题 所以今年的梅子 普遍都是很小颗 因为真的是没有水 那今年的产期 也整个也都延后 那今天是我们梅子季节开跑 那我们今年也是第一批 采收的梅子下来做萃梅 那早上的报名还蛮踊跃的 我们第一场的话 我们有60个人的人数来做萃梅 比较小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 还是一样 就比较精华一点 没有流失掉 那我们今年呢 我们规划从今天开始开跑 然后一直到5月1号呢 我们在我们本会就是我们的礼物门市前面的广场这边呢 我们有规划一系列的 我们有四种课程的食农教育的体验活动 那除了说我们早上进行的手作萃梅之外呢 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有梅子干的DIY 就是我们用梅子干来做我们环保的汤匙跟叉子 这个是我们一般我们也希望鼓励消费者呢 我们尽量少用卫生块 那我们带入环保的概念 跟我们的梅子产业来做结合 那还有的一个课程呢 是梅叶拓印 我们用梅的叶子来做拓印 然后做成环保袋 就是我们可以装我们的饮料 当我们的饮料提袋啦 或者是我们的刀叉的环保袋 这个部分我们也是结合我们做一个环保的概念 然后还有一个梅子爱玉 那爱玉的话呢 我们是采用我们现在在地 我们青年农民 他自己所生产的爱玉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希望把天然的饮品呢 跟我们的梅子来做一个结合 那加上我们的梅汁呢 也就是这个我们的梅饮料 对我们加入我们的梅饮料进去的话 那我们的梅子爱玉也是最天然的饮品 那希望说带给消费者很健康的概念 而今年缺水相当严重 梅子虽然小颗 但营养价值不变 推广部主任也希望民众 可以用行动 共同来支持在地产业 并多多体验DIY的活动 缺水干旱的问题啦 那梅子的话呢 虽然是它有比较小颗一点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 还是一样都拥有很丰富的柠檬酸啊 它的营养成分都还是在 那虽然说小颗 但是我们也鼓励说今年因为 今年也是因为早期梅花 今年的梅花开得很漂亮啦 那结果率相当高 但是因为一方面它的结果率高 然后又缺水 所以它长得很娇小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都在 所以也希望说 今年消费者也能够多多的体验 我们的梅子的DIY 它不但可以在这个时候做脆梅 因为梅子它还是脆的 我们是选择梅子的材料 来做你要做脆梅还是做Q梅 如果梅子还是脆的话 它其实还是适合做脆梅 那之后呢 等到它比较七分手八分手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还可以再来做Q梅啦 梅醋啦 梅酒啦 这个都相当相当的适合 那虽然它很小颗 但是它还是一样武藏俱全啦 还是欢迎消费者多多的支持 在水里香农会的官网上面呢 我们都可以有很相当的详细的介绍 还有报名的资讯都在我们的官网 可以上我们水里香农会的官网来洽询 先议员陈淑伟表示 梅子除了可以做成脆梅DIY以外 水里香农会经理也推出不同的体验活动 包含梅枝树干制作汤匙叉子 梅枝爱玉还有梅叶拖饮等等 直到五月底都欢迎民众前来体验 水里香农会有很多在地的农産品 可以说是这个食农的东西 所以每一项东西都可以靠到我们的烹饪 就是一些技巧性的研发 有很多食材可以来做一个再利用 那今天他所推的就是我们水里香农会所基板的 就是用我们这个 波压手的树干 就是来做到我们的汤匙和这个叉子 那当然说这个我刚才说到 就是用我们手机它把它记下来 有时候就是说我们针尾的这个枝杖 比较大的枝杖 那也是要落枝 那落枝起来这个东西 我们要把它担掉很可笑 所以我们的农民就来给它研发 就是我们落枝的这些大枝的这个枝杖 就是我们没有手的枝杖 来给它做到桶枝和叉子 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巧思的一个研发 要研究 所以我们水里香农会也是基板就说 可以让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来这里参加到DIY这个体验 那当然在我们水里 有很多行为的东西 都特地说我们好朋友来尝试 包括说我们的爱玉 爱玉做菜也是非常好吃 清凉和退会 所以在这里再一处邀请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有人同样 在四月五月 可以临隆到我们水里来这里策头 来这里享受 来这里体验很多实用的东西 来做DIY活动 水里香农会家政指导员指出 为了让民众对水里香优质的梅子 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因此农会规划了四种一系列活动 内容相当丰富多元 更与在地梅产业息息相关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要把握好机会并上网洽询报名 今年南投县梅子节水里香承办的部分 是梅食农教育的推广活动 那为了让民众能够更好地了解 我们水里香优质的梅果 所以水里香农会特别规划到 五月初每个六日 我们安排了四种不同的活动 来让民众体验我们梅子的美好 那活动分别像今天有的 脆梅DIY 我们的梅汁干汤匙跟叉子 让我们可以吃做完脆梅之后 直接拿着我们环保的餐具来使用 那除了这些之外啊 我们还有做梅叶的拓染 让大家在拓染的途中呢 能够发现梅树的美好 能够更亲近的大自然 然后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还特别结合了青农的产品 邀请青农来指导我们做 优质的爱玉梅汁 那我们的梅汁加上青农的爱玉 成了一道夏天消暑的非常好的壁品 我们梅汁啊 是当天早上 特别请讲师 从他们家的梅树上 挑选大小粗细适合的梅汁干 然后来做我们的汤匙跟叉子的部分 我们的活动啊 报名的王子在水里香农会 跟水里香农会推广部的FB上面都有资讯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FB 或是到我们水里香农会的FB 还有IG 然后呢 扫QR Code条码来报名 那我们报名截止日 都是在每一场活动的前一个礼拜 以臂力我们的讲师来准备材料 欢迎大家哦 1号到5月初 赶快上网来帮我们报名哦 参加民众会表示 利用梅汁干来制作DIY汤匙 以及叉子相当好玩 首先要先削皮以及打磨 在老师的指导下 学习到许多的知识 届时也能够让更多人认识梅产业 现在就是在做那个汤匙的DIY 还有叉子的DIY 用梅干做的 所以我们把它这个握什么 握把 拿起来就可以利用 我们梅子的梅子的树干就看起来就很漂亮 因为他们还要削皮还要磨 好玩很好玩 因为我们指导员很用心 都在做我们农会的课程 每个月都有 每个月都不一样 有啊把梅容的梅子把它推广出去啊 啊让很多人知道我们梅子可以做脆梅 还有做Q梅啊 做很多什么梅都有 还有树干也可以利用 啊办这个课程就 就很好 啊大家也发挥自己的创意啊 可以啊也有很多人都说 叫我们农会办这个课程啊 把它推广出去啊就 因为三月三四五四梅子的季节 啊办这个课程很有意义啊 虽然今年梅花开得非常的漂亮 但由于缺水的问题 因此今年梅子普遍小科 但内涵的营养价值不变 陈淑会议员感谢水底香农会的用心 也期望透过活动的举办 能够让更多人认识在地梅产业 竟然将地方产业推广出去 明星文秋平易专题采访报导 明星文秋平易专题采访报导